那个星期一也就是6月18号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声明 宣布他计划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 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 并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制定清单 而且如果中国再对这2000亿美元的商品 采取反制措施 那么美国就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 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那么中国商务随后就表示 将会采取反制行动 与此同时 美国国会参议院就在同一天 通过了2019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规定美国应加强美台防务合作 包括改善对台军售过程 并适当参与台湾军事演习 比如年度的汉广演习 那么最近也有美国国务院的高官直言 北京挤压台湾国际空间 是企图改变台海的现状 那么美中之间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 对于台湾来说是喜是忧 由贸易争端而引发的美中交恶 给台湾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这个现场讨论部分 那么首先想请教 在台北现场的范世平教授 您怎么看目前的美中这个贸易争端 您认为川普总统的这个最新声明 是他对北京的一个要价呢 还是真心想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这个根本的问题 我想其实这已经算是第二阶段了 之前双方就曾经针对贸易问题产生这个贸易的冲突 但是后来因为协商 看起来是有一些结果了 特别是当时这个川普总统 答应让中芯这个半导体 以10亿美金的罚金来作为一个解决 可是因为国会的否认否决 所以这样的还是强调 对中芯的禁食 这个晶片的禁运的这个措施呢 依然是存在 所以看起来现在美国 不只是这个川普总统 他对这个中国实施贸易战 而国会的也都是赞同的 甚至可能比川普还异常还强硬 所以这样看起来似乎双方面呢 都可以达到一个剑拔弩张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输往美国的 这个这个这个产品 大概一年 去年大概是四千五百两百多亿 那中国呢 美国像那个输往中国大概一千多亿 所以这个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起来 一个是四千五百亿 一个是一千亿 如果双方开打 当然对美国来讲也会是七商权 但是商的最重的还是中国 因为双方的贸易来讲的话呢 美国跟中国之间是长期的贸易不平等 那长期对中国来讲是贸易顺差 那这个如果开战的话呢 我想这个对中国的伤会非常严重 特别是中国双方美国 大概是农产品 农产品居多 那这个农产品的话基本上来讲 应该说美国向往中国 以农产品居多 那农产品事实上呢 美国要转变市场比较容易 可是中国向美国采购 都是一些高级的一些高科技产品 他向别的地方去购买 其实就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人讲这个 这一次透过中芯半导体的这些事情呢 让这个中国人很多人发觉到说 过去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媒体 不断的强化 是个塑造 厉害了我的国 或者这个中国现在跟美国是并下齐驱 可是透过这一次中芯事件呢 看起来似乎中美的贸易的 这个中美的经济的实力 还有这个科技的实力呢 还是有一个相当大的落差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这个川普这样再加码了 那就要看中国怎么接招的 可是我们看到之前中国的态度 还是希望能够寻求这个妥协 所以我认为中国到最后可能还是想要妥协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之前刘鹤 到我们这个美国去谈判 看起来的结果并不 并不是让美国满意 那因此中国内部现在有很多人在质疑 是不是刘鹤根本不具有谈判的能力 我们知道刘鹤是习近平的人马 所以现在有人说是不是要王岐山出马 或者是由其他的人来代替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也跟中国内部现在的权力斗争 也搞在一起了 谢谢范教授 那么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许建宏先生 就是您认为这次川普总统再次发表这个声明 还是很强硬的 就是说首先他要再加2000亿美元 那么如果中国继续的采取这个反制措施 他还要再加2000亿 那么如果全都算起来的话 整个就是4500亿美元的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制裁 那么几乎涵盖了美国进口中国 全部商品的相当大的一个占比 那么您认为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要价 还是说他真心是希望解决 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方面失衡的问题 川普这个人 我是觉得他的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预测的 那我个人认为他就是要价 因为怎么说 其实他当然是要价 而且我相信最后就像范教授讲 最后中共他还是会选择妥协 那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一个生意人嘛 那你看神圣子他跟金正恩在那边谈判 一下说我不去了 一下说我要去了 那当然他的目的是要逼中共同意他的条件 那他不会去说去 他绝对不会去做出一个决定 说就说让中共的 就跟中共完全撕破脸或怎么样 因为我就像前面三段讲的 这两边相互依赖太强了 那如果他今天说他真的跟大陆完全切断关系 那他自己家很多企业在大陆会受到影响 那中共甚至也可以报复他的一些企业 所以他当然是寻求一个就是说让中共愿意妥协 然后双方找个下台阶就先就达成一个妥协 然后这是找下 像上次他找中心 现在又是找关税 那下次他可能又找别的意义来跟中共玩 那这个就是说他玩那个游戏 来确保他自己 或者是说确保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那这个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所以他也不会一下就把这个游戏玩死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范世平范教授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方面 这个中国商务部随后发表了非常强硬的一个 措施非常强硬的一个回应 他表示要以这个数量型和质量型的综合措施予以反制 那明显就是说在这个数量方面 这个显然中国的商品没有那么大 那么中国这个方面这个回应这么强烈 那是不是在您看来这个美中的贸易战 是不是在所难免中国方面是不是希望能够真刀真枪的 跟美国来一场真的来一场贸易战呢 我觉得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现在来讲中美从去年来讲 大概只有3000亿美金的一个顺差 所以真的打起来的话 这对中国来讲它的影响的确会比较大 那我觉得现在 但是中国因为他这几年把自己塑造的太强势了 那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的一种对外的强硬 那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燃烧 所以并能说让习近平目前是骑虎难下 怎么样他如果再跟美国示弱 那请问一下 你的这个中国梦 你所强调的四个自信 自信何来 那你怎么样去对内部做这个说服 因为大家都已经把中国现在看起来 是跟美国基本上是平起平坐了 甚至这个喊打喊杀的声音也是很大 当这个民族主义烧起来之后 谁可在周亦可复周 习近平透过民族主义 透过爱国主义 透过对他个人的崇拜 透过废除任其志 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 但是我们知道 当这把火烧起来之后 你如果忽然的示弱的话 你会变得有相当大的一个矛盾感 跟违和感 可是不示弱的话 中国的经济 现在又陷入到一个进退为局的 这进退难的一个情况 因为你如果不靠这个美国的这个晶片的话 你现在中国 你的科技要怎么发展呢 你具体你2025年 这个中国制造要怎么达成呢 那中国现在经济又面临到一个 所谓的转型期 它的经济成长率一段的下 不断的下滑 它的失业率不断的增加 那这些社会问题 这些社会矛盾 就会不断的涌出来 这会影响到习近平 他的执政的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头大的是习近平 他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他现在变成声音 还是讲得很大声 可是到最后就变成说 你要怎么来下台阶 我觉得从川普来讲 当然他是以威吓的方式 来对中共进行一种威吓战 但是从美国来讲 现在不只是共和党支持 连民主党都支持 因为他们认为 长期以来就是因为 美国太纵容中国了 让中国可以说是 透过这样的自由贸易 反而让中国不断的国力强大 但是却不走民主道路 反而走向一个极权 废除任其制 这样一个情况 甚至透过这个 Shaw Power 瑞斯利的影响 来影响很多的民主的国家 造成民主政治遭到威胁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朝野 是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而且就是说 从美国来讲 从长期来 当然如果真的打暴力战 我觉得美国也不是没有做这个准备 它是核战两手策略都准备 如果真的打 当然对美国会产生影响 也会冲击 例如说美国的一些农业 会受到影响 美国甚至波音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但是从美国来讲 从川普来讲 他占的长期的战略 因为今天如果不去扭转 这样一个贸易失衡的情况之下 从长期来讲 对美国经济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而且美国从过去的20年30年 一直以为把中国纳入WTO 这样的架构之下 就可以让中国和平演变 那目前美国发觉 这个是完全达不到的 而且是适得其反的 而且中国即将透过中国制造 2025形成对美国直接的冲击 跟美国安全直接的威胁 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我觉得现在美国 川普也是有这样准备 放手一搏 来场这个中美贸易大战的心理准备 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的战略来讲 还是以战不合 因为不战而屈人之兵 才是最高的一个策略 谢谢范教授 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许先生 刚才范教授也提到 就是说习近平有可能是处在 一个骑虎南下的一个位置上 那么如果这场贸易战真的爆发了 那么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 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因应 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 其实我的看法是 当然台湾 那个台湾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因为台湾在政治上跟美国靠了 在军事上是非常直接 必须要跟美国结合结盟 可是它在经济上面 它还是仰赖大陆的市场 所以如果中共跟美国 两边真的打贸易战 那台湾就会被迫 一个选偏战的问题了 那美国能不能提供像大陆那样的市场给台湾 或者是说如果今天大陆要对台湾实施这种国际制裁 比方说航空公司的制裁 那我知道现在联合航空 它还是抗拒着这个中共的压力 还是继续用台湾 而不是用中国台湾称呼台湾 但是其他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都还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向大陆投协了 那以后就是说 那就算说美国持续挺台湾 那全世界其他国家如果都顺从中共 那对台湾而言 台湾要怎么走出去 台湾就会被迫面临说 一个选边站的一个窘境 其实台湾是不应该去选边站 对台湾最好是同时跟两边都交好 那如果今天你说一定要 为了经济就放弃了美国这个政治 跟军事支持是得不偿失的 那同样的你如果跟着美国走 让你放弃了大陆的市场 台湾以后的整个经济 当然是会变得更不好 那当然现在中共的情况 我觉得它是起虎转下的事 可是其实现在大陆的年轻一代 他们也不见得会完全被这些 民主主义的这种情绪去操控下去 比方说像现在那个中心的事情 前阵子最早的时候 中共他们是要用民主主义去操 操控这个问题 可是如果大陆的年轻人 网民站出来说 你必须去怪美国 我不如去想为什么大陆不能制造这种 自己造自己的芯片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现在大陆这个点 才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以后 他们开始真的去往这个方面去研发 然后想要摆脱美国的话 那这个我是觉得 美国这方面才要真的去警察 会不会 如果他们的年轻一代越来越强 越来越有独立 你不再去靠这种过去那种防热的民主主义 当那种麻药 当他们的迷信去看的话 那当然好处的话 是他们可能会慢慢去思考走一条民主的道路 但是坏处是他们可能会反过来说 只要威胁台湾跟美国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未来 该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现在大陆的 他们竟然过去这种 像最近他们的战狼热电影 也被他们中共自己批评说不能搞 这种狂热民主主义了 那我们现在该担心是 他们开始不走狂热民主主义 他们开始去走一些比较理性的方式 然后但如果他们走理性的方式 跟台湾跟美国好那没有问题 但如果他们还是要对抗的话 那那个是我们该要去思考的问题了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谢谢 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 这个范世平范教授 就是您认为 如果这个美中之间真的爆发了一场贸易战 那么台湾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台湾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应对这样的一个贸易争端 那么刚才其实您也谈到 就是说如果这个贸易战真的爆发的话 那么实际上中国受到波及和冲击 是要远远大于美国的 但是中国也有一些 也有一定的这个反制措施 那么除了这个 它可能会加这个关税 这个有限的关税以外 比如说之前提出了一个500亿 同等水平 同等水平 同等这个数量的一个500亿美元的 一个关税的一个反制措施以外 那中国也提到了 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 比如像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 还有华尔街日报 像彭博社等等报道的一些这个措施 就是说它可能会采取这个非关税的措施 比如说让在美国的这个 在中国的这个美国大的企业 给他们更难的 让他们的日子更难过等等 那您认为就是说台湾在这个中间 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阴影措施呢 对我们看到川普一开始 对中国的500亿的产品实施关税 但是后来中国也反过来了 也做报复 但是美国又加码了 后来变成这个2000亿美金 现在可能要增加到4500亿美金 那看起来中国并没有跟 并没有跟上 这个说哈没有跟上去 表示中国现在也在担心 它是不是真的要去跟这个牌 跟下去它是不是能够被人无底洞 而且你如果到4500亿美金 已经超过了这个一年中国输出到美国的金额了 所以中国没有牌再打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面的底气是不一样的 那我刚才讲到就是说 这个跟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又有关系 那本来这个经济是由总理在负责 是李克强负责 那习近平呢 就把这个他的初衷的老同学刘鹤 把来得又取代了李克强 那我们看到李克强事实上在 是真正是有经济常才的 他也是经济学博士 他现在就被架空在那边 他也在看好戏 你刘鹤搞不搞不定 看起来刘鹤目前是搞不定 所以李克强是作弊上官 那也看起来现在中国这些高级的官员 因为你习近平什么都要集权 他就让你去集 你集权之后你要负所有的责任 因为我们过去中国是九龙治水 是分权制的 那每个人负责一部费 你现在什么都要管 你要捞过戒 那你就要扛所有的责任 那李克强也乐得轻松 在那边看好戏 最近有人说呢 刘鹤可能坏下来 可能由胡春华来代替 那胡春华又是 大家认为是团派的 胡锦涛人嘛 来出任这个中美的这个谈判 因为我们看到王岐山 本来认为提名王岐山 当国家副主席是破了力了 是他因为他跟美国的 这些经贸的关系 高层银行界的关系好 可是看起来他的关系 是过去的关系 跟现在川普身边的人 是没有直接关联 所以王岐山到目前为止 还没到美国去访问 本来以为王岐山可以扮演 一个中美贸易大战的 一个调和顶耐的角色 结果也没有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高层啊 我觉得也是陷入一片的慌惯 当然中国现在说 我除了用这个关税之外 我用一个非关税的方式 例如说 我这个要在你的美国的货评 我增加这个审查的严格度 或者我拖延你的报关的 这个时间等等等等 当然这都有可能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子 会让中美的矛盾更加的加深 对台商来讲 当然我们台两岸的经贸 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大陆还是台湾 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如果中国遭到贸易制裁 台商首当其冲 但是我们知道台商是非常聪明的 我们知道郭台铭也就在去年 就已经到美国去投资了 还获得川普亲自接见 还被川普亲自的奖励 而且川普好几次 拿郭台铭来做例子 来做他招商引资的 一个重要的案例 所以我认为台商的布局 是非常多元的 包含像郭台铭 他现在也在布局印度 那更不要讲 蔡政府上来之后 推动新南向政策 台商我觉得这几十年来讲 他们到处到世界各国 拿个手提箱去投资 他们非常能够了解 全球的这个政治的情况 政经的变化 当中美发生这个经贸大战 其实之前台商 就已经闻到味道了 所以还有很多台商 做了因应的准备 所以我个人对台商 我是很有信心的 因为这几十年来讲 他们有一个 培养了一个非常灵敏的鼻子 而且他们的调整的能力 是非常快 变化的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这点我倒是不太担心 好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把时间交给 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 谢谢林峰 那么首先想请教 在线上的许建宏先生 就是在目前 这个中美贸易大战方寒之际 我们注意到美国参议院 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 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我们注意到其中 在涉台的条文方面 包括强调美国应该要加强 与台湾的防务合作 改善对台的军售 及时回应台湾的防务要求等等 那么甚至还提出了要参加台湾的军演 例如像是汉光演习 那么在目前美中交恶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 那么国会释出对于台湾的善意 那么同时在这个先前 大陆方面要求一些国际的航空公司 要把台湾改成中国台湾的时候 国务院那边说是 这种是欧威尔式的胡言乱语 看起来政府对于台湾也是有善意的 那么您认为台湾应该要怎么样抓住 目前这个府会似乎都对台湾有利的局面 来改善台美关系的您的看法 这合作其实一直都在不断地进行 也不是说因应中美贸易战 也不是因应说现在蔡政府有做了什么 什么很好的贡献去拉住美 也不是因为从这个东西 从李登辉阿扁 英九时代都不断在推行 每一届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台湾跟美国军事交流 因为很简单 台湾的军事其实确实也到了 该进现代化的时候了 比方说我们的二代机都是20年前买的 像F16 幻象2000 金国号 都是20年前服役的 那我们的战车到现在还是用M60 主力是M60跟CM11 这些都是大概80年代 90年代武器 所以说这个美台的军事交流 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作战准则经验的这种联合 是很正常的事情 包括说我们马上就要派人到美国的医疗船上去做一些共同的演习 那或者是说汉光演习 其实也一直都有美军的那种变 他不见得是穿制服的美军 他其实美军的退役将领也都有来观摩过 所以这个并我不觉得说这个又是什么 什么太大人 美台的军事提升本来就应该的 因为台湾的军事现在两岸的失衡真的是已经差太多了 你如果今天还是继续抱人下去那就没得完 所以这个我觉得并不用太刻意的政治解读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那你说台湾该要去抓住什么角色 我觉得台湾这个国会他们批准的法案 那要看行政部门要不要去实现 那有些他会实现有些他会不实现 那就看什么时候 像我刚刚讲的 他什么时候对他有利他就实现 那他对他不利他就不实现 那所以 那你说台湾要抓住什么 那就我只能说这个就是看 当然可以趁这个时候去提升军事武器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你是不是说要真的是说 一定要去选边站去激怒大陆 然后让大陆对台湾做根基金的手术 那我觉得说你还是要在政治上去做一个平衡跟拿捏 是不是一定要为了美国去得罪大陆 或为了大陆去得罪美国 我觉得这对台湾都不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 那其实像军事的提升 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按着做 其实都有在做 你一定要拉到台面上来做的话 这个就是说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 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 那台湾现在弄成说 你要把它丰到台面上来做很多事就变得很雜了 那你私底下周周坐 如果能够提升 实质上台湾的军事提升 这个在我看来是比较重要的 那其他都是那种面子的问题 比方说这个什么中国台湾或台湾航空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最重要 通常是你实质上台湾的鼓励 台湾面对大陆现在那么强大 我们既然全部台湾团结起来都不见得说能够跟大陆做对 今天台湾还在内部做这些撕乱 捞乱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光是说有这些承诺 一些国会的承诺 我觉得台湾的力量也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台湾该去思考 说该怎么样去在美国跟中共之间 拿一个干准 怎么去做一个平衡 尽量不要说去为了面子 把理由丢到台湾来思考 好的 谢谢许建宏先生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世平教授 那么就是在这个大陆方面要求国际间的航空公司 那么对于这个台湾你也必须要家住中国 也就是中国台湾的时候呢 那么依照这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 第一位来台的这个高级官员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翰 那么他就有说他认为这个北京呢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是片面的改变台海现状 那么甚至于在最后呢 最近也有美国的议员开始要提议修改 美国长期所奉行的一中政策 转而承认台湾 那么您怎么看就是北京 他最近在除了挖台湾的邦交国之外 在这个实质空间的生存上 好像不给台湾留余地 您认为这个这样是不是 其实会促使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实质交流 更加升温呢 是我觉得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 随着中国在南海上更加的耀武扬威 随着中国的这个不断的绕岛 然后他的目标当然是 他虽然是绕的岛飞行 可是他真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关岛 所以我们看到针对美国也派了V52轰杀机 到南海去 所以中美两个大国 现在不只是在科技上是对立的 在经济上经济战也开打了 科技战也开打了 那之对北韩问题 双方面也是互相在较劲 所以这个时候 台湾对美国就更加的重要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已经不是说台湾要不要去 站在美国这一边 而是美国现在要拉住台湾 而且他就是要你台湾站在我这边 你不站在那不行 加上因为两韩关系不好 蔡英文也没别无选择 如果说两岸关系稍微好一点 那当然蔡英文会 还是要顾及到中共的反应 可是现在本来说两岸关系也不好 蔡英文认为我释出了这么多战意 那我也被我的独派 每天骂得要死 邪恶倒联盟 每天批评他 那现在大陆也不给他正面的回应 那他怎么办呢 一边是拒绝你 一边是跟你招手 美国跟你招手 美国跟你温暖 跟你拥抱 那你怎么办 正常人一定只能够靠向美国这边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说 蔡英文有没有选择的空间了 他没有选择空间 他只能够一边倒向美国 那今天是谁逼他的 我觉得是中共 中共因为你把他推到美国那边去了 那这时候你看到了 这个台美关系讲强话之后 你又不高兴了 你不高兴怎么办 你不敢对美国怎么样 你就打台湾出气 怎么打台湾出气呢 就挖台湾的邦交国 给美国看 给美国示威 你看我把台湾邦交国再挖一个 我给蔡英文打了一巴掌 这就变成说 那这样的结果又变成两岸关系 台湾民众又更加对中共讨厌了 你看你们就只会外交打压 你们就是压吧 那两岸关系就更不可能渐行渐远 所谓两岸一家亲就更打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中共现在的很多做法 其实反而第一个 他是帮助了台美结合 第二个他打台湾来给美国看 只是让台湾民众更讨厌中共 两岸更加的渐行渐远 所以我常觉得他的战略 跟他的战术是不合制的 你的战略到底要是做什么 跟你的实际做法完全是矛盾的 你看就是说 为什么蔡英文一上台 盛多美跟台湾断交 跟中国进交 因为川普跟蔡英文通了电话 为什么多美尼加会跟台湾断交 因为台湾旅行法通过了 因为美国愿意帮台湾制造潜水艇 好那中共就拿了这个多美尼加 甚至这个再挖台湾 这个非洲的邦交国 再把它挖掉 不行那法所给挖掉 他只是要报复嘛 这情绪的宣泄嘛 但宣泄完之后又怎么样呢 对台湾民众来讲 这些邦交国我说实在的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台湾对这些邦交国都很陌生 像什么不吉大法属 我是断交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是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也不会去这些国家旅游 我们跟这些国家 也没什么鸡毛往来 我们当然是因为很不高兴 就是说你为什么 要用这个方式来打压台湾 可是我们对台湾民众来讲 其实是无感的 中共只得到了一天的爽快 发泄了一天的情绪 花了那么多钱 花了几百亿美金 去挖了一个邦交国 那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常常觉得 所以很多人说 中国像是一个巨婴 像很巨大的婴儿 什么意思 你心情不好 你就拿台湾出气 花钱去砸钱大撒币 然后挖帮交国 满足自己一时的快乐 或者一时的这个情绪的发现 结果呢 两岸关系怎么办呢 未来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吗 因为当台美 因为当你越冷落两岸关系 台美关系更坚定 特别是我们看到了 现在美国基本上 是站在蔡英文这边 她认为蔡英文是受害者 我们看到黄之汉 还有之前的国务院都讲 现在破坏台海现状的是 中国不是台湾 所以很多大陆觉得说 蔡英文是不是跟陈水扁一样 不一样 陈水扁是Troblemaker 他搞到的是 当他刺激中共之后 让美国也不高兴 因为那时候 中美两个国家还想合作 美国不期望台湾在这边太突出 所以说这个陈水扁成的 中美都不讨好的 现在是美国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跟当时的小夫妻不一样了 为什么 那时候中美是想合作 合作多于竞争 现在是金正多于合作 何况蔡英文她又比较理性 她也不用挑衅中共 所以变成对美国来讲 她认为蔡英文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中国为什么要挖台湾四个邦交国 你为什么要强迫这些国际的航空公司 去把台湾的在网站上的名称 改成中国台湾 你不讲道理嘛 所以我们看到白宫 很罕见的讲说 这是欧威尔士的胡闹 过去我们知道 美国对中共的外交 大概都是国务院系统 很少白宫直接讲 那白宫其实就认为说中共 而且白宫跟美国国会 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 千万不能够改 这个对台湾的称谓 但是我总的来讲 总到最后来讲 中国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 中美的贸易大战一样 骑虎难下嘛 你要这些航空公司改名字 还是有公司不改 美国的航空公司就不改 韩国的公司不改 大部分的公司都没有改 日本的航空公司被迫 他只是在中国的 简体制网站他改了 可是他在台湾的网站 他在日本网站 他在英文的网站都不改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你这样做到后来 你的期限快到了 他期限剩一个月 最近新华社说 期限快到了 要赶快改 可是到时候 人家如果不改 你怎么办 断航吗 中美断航吗 你敢断吗 所以我觉得 到最后谁欺负南下 是中国欺负南下 那你说 这个台美关系 不可以再进一步 到最后 还是你欺负南下 AIT新落成的 这个清管 美国国务院的 这个Mark 大啦啦的就挂在 这个门口 这是过去 AIT没有的 美国的国旗 就大啦啦啦的 在这个台北的上空 冉冉的升起 这过去也没有的 AIT就变成是一个 没有大使馆的大使馆 那你中共 你抗议啊 美国照做啦 那你怎么办呢 你除了不高兴 还是不高兴 你没有解决 真正的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 中共现在问题 就在于说 他的这个体制 因为他没办法 接受不同的意见 当行李明权力 权力的稳固 大权在握之后 没有不同意见之后 他的决策 其实我认为 很多决策 都是非常错误的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林峰 好的 那么海峡两岸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就可以 拨打美国之音的 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问 或者是在脸书 和YouTube的直播 聊天时 发表您的评论 那么中国大陆听众 观众请您拨打 400 120 051 台湾的听众 请拨 00 801 148 940 那么现在呢 线上呢 也有几位 这个听众 打来这个电话 我们就接听几位 第一位是天津的 王先生 王先生 请您简短的发言 那个 你们老说什么 台湾跟大陆 为什么不能像 那个南韩 朝鲜跟韩国 因为朝鲜跟韩国 谁也奈何不了谁 另外 中美两大国 同意它俩分裂 所以他们是对等的 大陆跟台湾 没有这样的条件 第二点 割断你们的邦交国 从所有邦交国 割断之后 你们就没有人承认 你们是什么国家 浑翠的内政问题 不是什么没有用的事情 而且能持续下去 现在你们是最被动的 就这些 谢谢 谢谢张先生 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 请您简短发言 你好 嘉宾说这个 挖邦交国的问题 缺乏客观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国家 都追求利益最大化 以大陆建交 与台湾建交 衡量他们的利益 是吧 为什么美国 和台湾断交呢 为什么许多 挖大国家 都跟台湾断交 成为中国 这用利益来 不是说 就是挖什么墙角 这很缺乏客观 谁不想 跟有势力的大的建交呢 这是个事实 台湾的建交 那个浮交的国家 是不会多的 它的断交国家 还会多 这是个事实 这是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 那么我们 由于实验的关系 那个现在我就简单的 由这个网友 发来这个评论 那么简单的念一两位 这个网友的评论 一位是这个叫方 Dudley方 他说这个贸易开战了 台湾 他一定会很惨的 那么就是说 无论战或不战 台湾只有释出 对美国诚意 并杜绝 并杜绝灭绝人性 三民主义 彻底实现经济自由 这样一条道路 那么还有一位 叫小白七七 这位网友说的是 美中贸易战 台湾怎么会惨呢 他说台商 在中国70%是代工 要的是中国便便宜的 这个工资和土地 那么近年来 中国这个物价大涨 台商早就想走了 显然这是两位 这个两种不同的 这个观点 那么就是 由于这个 应该说这个网友的看法 还是各不相同的 那么就是由于这个 时间的关系 这个第一话题讨论 只能进行到这了 那么有关美中贸易战 阴影下的这个美台 关系讨论呢 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 稍后呢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 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 讨论 我们来进行下一个 讨论 谢谢观看